韩信是怎么死的? 韩信这个建议很快占取了关中 后来韩信因夜连灭魏、赵、燕、齐有功 被刘邦封为齐王 之后韩信攻下林姿 并全监援齐的二十万储君 该下之战时 韩信带兵包围储君 迫使项羽在乌江自问 刘邦冲递后 收回韩信的兵权 改封他为储王 后来韩信被人诬告谋法 被贬为淮英侯 便联合陈希反叛汉朝 吕厚德之后 与萧和合谋将韩信骗入常乐宫中 在中世被斩杀 韩信作为战略家 在楚汉战争中 正是因为他的谋略 刘邦才能取得胜利 他也是继孙武、白起之后 最为卓越的将领